我们先来看一组视频 大家看一下这组视频的质量都非常的高 那它是用什么生成的呢 这个是用混元生成的 那我们之所以把这些视频给大家列出来 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就是他们都是用五步采样来生成的 所以说能达到这样的效果的话 真的超乎我们的想象 所以说呢我们把这种技术呢叫做 这个视频生成的超级加速技术 那这个东西叫什么呢叫ACCValue 就是视频加速技术 Accelerating Value 而且它是针对于这种稳定扩散模型的 你会发现啊它其实呢是一种蒸馏技术 但是它蒸馏的方法呢是不太一样的 那我们讲的蒸馏技术呢是用大模型训练一个小模型 有的呢也把它叫做用一个教师模型来训练一个 学生模型 但是在这里边的话呢会有很多的问题啊典型的问题就是数据集不匹配 那比方说我们教师模型用的那些数据集和你真正训练那个 学生模型用的那个数据集不见得那是一样的 因为呢它可能并不是一个人做的 另外呢就是它的高斯造声呢也不见得是匹配的 所以说呢在整个趋造过程的状态也不见得完全一样 所以说ACCValue这个技术呢其实呢采用很多创新的方法啊 来解决这些问题 那它都用了哪些方法呢 第一个呢就是SYNVID 也就是合成的视频数据集 那就是说这个数据集呢 我们并不是通过一些额外的方法去收集过来的 那我们训练这个小的模型这个数据集是哪来的呢 我们就是用这个大模型生成出来的这个结果来当成数据集 而且呢你注意一旦我们这个数据集啊是用大模型生成的 我们不单单可以得到最终的状态还可以得到什么呀 哎他中间的这个状态因为他整个推理过程都是可以知道的 所以说我们在蒸馏的过程当中呢不单单是逼近最终结果 也可以无限的逼近中间的关键步骤 让整个的这种蒸馏的过程呢更加的有效 那如果我们要在Confi UI里边去用这个模型的话呢 大家可以打开K神的HungoFace的官网 我们可以点开会员Value Confi UI 大家可以看到啊用这个技术生成的一个模型和一个Laura 大家看一下第一个是这个这个是那个模型 他最终逼近的结果是五步采样 第二个是一个Laura 这俩都可以用啊 那我们在这几课当中也分别会用这两个 不同的模型来给大家演示这个效果啊 那我们先来看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这个Laura 那我在RendingHub上给大家建立一个工作流 大家可以通过RendingHub.AI来访问这个平台 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了 那这个工作流呢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它整个的主体呢就是一个混元的T2V 也就是文本生成视频的工作流 但是呢我在这稍微有一些变化啊 我们看一下主要的变化在哪 那主要模型部分的话呢没有什么问题 大家注意这是主模型 这是我们的呃编码器 这是我们的V1 这是三个主要的部分 然后就是我在这儿啊 第一个增加了一个Laura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嘛就是 呃第一种实现方式是用Laura的形式啊 这个把它加载进来就可以了 然后权重的生成1.0 这儿呢为了让它整体的效果更好呢 我这加了一个 这个叫回馈模型 reward模型 这个模型呢我们在之前也给大家讲过 它分别呢有基于 HPS 架构的和 MPS架构的我们一般都是基于这个 MPS架构的啊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放到你的 Confi UI的Laura 加里边就可以了 那它的权重呢同样是1.0 别的呢没有什么变化 再往下就是这个采样布水啊 我们这直接给了5步 那么它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我们下面呢来给大家做一些测试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啊 第1个场景呢 是一个美女 起床时候的一个场景 那我们直接运行一下看效果 但对啊这个帧数是73帧 所以说呢 应该说这个长度呢是足够的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采样时间 你感觉一下 现在开始采样啊 它一共只有5步 所以说整体的采样速度呢是非常快的 你看一下啊 非常快的就可以采样完了 这我提醒你 还不要用t开始 因为它一共就5步 你再用t开始 其实 那好不好会破坏它整体的这个生成的效果 这个依然存在向 会员的通用问题 解码时间比较长 是吧 大家看一下 还是不错的是吧 整个人物的表现 看这个动向 不然手呢有一些问题 五步采样 你就别期望手能呈现多么好的效果了啊 但是它整个人物的这种状态 的确是非常漂亮的啊 好下面呢 我们再测几个场景 我们来测一个古装的场景 或者叫汉服美女的场景啊 然后我们直接运行 你看如果没有模型的加载时间 这个时间就变得更快了啊 就是你感觉的非常的快 41秒 就可以生成一个 73帧的 所以说在他的论文里边提到啊 这个加速是多少 是8.5倍 当然我们没有准确的去测算吧 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不夸张的 看一下这个效果也是非常棒的 那我们再测一个汉服美女的效果啊 这个稍微有点问题啊 手里的伞变成花跑了 是吧 其实他手里是一把伞啊 所以说在表述这种具体动作的时候呢 可能稍微有一些问题 那最后我们再来测一个手势的 大家看一下啊 也是非常好的 那这个时候手的表现呢 就没有问题了 对吧 这是我们做的一些老辣的测试啊 那边呢我们用一下这个模型 这个模型呢 是13个G啊 那要用的话呢 那我们在本地给大家测一下 大家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放到你的config models里边 然后defulsion models里边就可以了 那我把它放到了这个位置 大家看一下 这个工作流是一个标准的会员的 文生视频的工作流 同样我在这 把模型换掉了啊 基础模型我就用了这个加速模型 所以说不需要用这个laura 那我们这同样加了这个 叫回馈模型 别的没有任何的变化 好下边呢 我们就分别来测一下啊 那我们先来测第一个 一个提示词呢 跟我用云端用的那个是一样的 我们就看一下 他分别生成的这个效果 同样速度呢也是非常快的 但是你要注意我的本地是生成的49帧 没有生成73帧 因为 必定啊 本地的算力和云端的是没有办法去对比的 大家看一下我上一个生成的这个视频 效果也是非常棒 人物的清晰程度啊 动作的表现 这个都没有问题 而且呢我们会发现整个这个模型是非常稳定的 不是说你需要抽很多次卡 你才能得到你想要的那个效果 那你基本上呢是每一次生成的话呢 那个生成的质量呢都是比较稳定的 所以说呢关于它的质量部分 我觉得 这个技术还是可圈可点的 大家看一下啊 但是有会发现这个动效就没那么多 你去细看 它只有一个镜头的这个抖动 当然也有可能是这个 种子的问题 是吧 那个就 可能正好赶上有一个动作 这个可能没有 那我们可以再试一下 那我们就再生成一遍 看一下就是它的这种动效 是不是就没有Laura的那个要强 你看一下 同样的 它其实没有动起来的 其实不是没动啊 你细看这个镜头有一些抖动 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 Laura的那个用法 其实比这个模型本身还要好一些 这个结论不是说我看了这一个啊 我测了很多 那比方我们再来测一个 那么来测一下这个文花的 就是那个黄色汉服美女文花的 这个 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呢也是不错的啊 那也就是说并不是说它每次都有问题啊 但是相对来讲的话呢 没有那个Laura表现要好 对吧 比方说我们看一下啊 这是 这个模型的一个表现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之前Laura的这个表现 那这是Laura的这个表现啊 好像清晰度上来讲 模型会更好一些 但是就动感表现来讲 可能Laura会更好一些 那这个呢就是我给你的最终结论 就是清晰度来讲 模型表现要更好一些 但是就动感的体现啊 Laura呢就会更好一些 这个并不是我瞎说的 我测了很多的视频 用相同的提示词 两个这样去生成 那我基本的感觉是这样的 希望呢对大家有一些帮助啊 大家可以参考去试用 不管怎么讲 8.5倍的加速 五步采样 生成高质量的视频 使会员这个技术 在后边的应用呢 应该有几大优势 还等什么 赶紧自己试一下吧 关注我 作为一个懂爱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